大家好,这里是闲人球电影 有这么一档真人秀 18位平凡的美国市民 两组一对对决顶尖调查人员 10万平方英里内随便逃亡 只要在28天内没被抓到 就能获得25万美金的奖励 猎物们从同意参赛那一刻起 就意味着他们同意揭开自己的整个人生 猎人会将他们透明化 以便抓捕 今天带来潜行追踪第一集 首先介绍一下追捕人员 他们分别是32位世界顶尖调查者 有海豹突击队、中情局、美国法警 等非常牛逼的美国官方部门 掌握着各种现代科技 本集会出现三组猎物逃亡 他们能否点赞成功呢 猎物们会提前一个小时得到逃跑通知 让他们有时间去进行准备 每组的银行账户里只有500美元 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他们可以求助所有亲戚朋友逃亡 10万平方英里的追捕内随意行动 只要能躲过28天 什么方法都可以尝试 此次行动的总猎人负责人 是前FBI高管罗伯特 曾统领过数百起高级逃犯的追踪调查 30年的职业生涯中没有任何一个选案 这场游戏中他的团队可以使用顶尖资源 这也是展示他们如何保护公众的一个机会 第一组猎物是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 挑战者大卫受到通知开始逃亡 比猎人先一个小时得到通知 在迈阿密长大的大卫 从小混迹于帮派 被逮捕过13次 逃亡的时间远多于被抓捕的时间 如果说他有什么强项的话 那就是逃亡了 陪同大卫参与逃亡的是女友艾米丽 一个小时后猎人收到猎物信息 他们决定首先要调查猎物的信任圈 试着查出他们在逃亡时可能联系谁 猎人团队开始在互联网上寻找线索 曾经混迹于帮派猎吉班班的大卫 如今的职业却是刑事辩护律师 这个身份让猎人们有些头疼 律师太了解法律和他们的办事风格了 猎人行动组组长以前平均一周就能执行100-110次逮捕 他不认为猎物能赢 随后派出猎人A队对猎物一组展开搜寻 行为预测师负责根据情报组的发现 模拟出猎物的生活模式 这是破案环节比有可少的一环 经典电影《沉默的高杨中的汉尼拔》 就是凭借这个能力帮主角抓捕罪犯的 情报组将监控猎物的银行账户信息 只要取钱就会被定位 大卫的策略是联系信得过的朋友 接上他们尽快逃出城市 他现在生活分文 只能冒险去ATM机取钱 规则是猎物只能通过一个公有账户取钱 每次最多只能取100块 大卫很清楚取钱的后果 所以他选择了出发地附近的ATM机 取完钱迅速消失便影响不大 果然猎人们很快收到那台ATM机的所在地 以及大卫取钱时被拍下的录像 有超过12000个摄像头覆盖了亚特兰大市 猎人们可以合法调用所有录像 行动组长通知猎人A队前往ATM所在区域 此时的大卫和女友已经上了高速 忙中出错还出现了寡层 对方找事讨意 朋友却很仗义 决定先送人再报警 与此同时 指挥中心又有了新的猎物信息 猎物二组米歇尔与安吉拉 最后已知地点 佐治亚州道格拉斯维尔 安吉拉收到通知时 正与女儿待在家里 她是一位非常需要钱的单亲母亲 迫切的希望可以挑战成功 队友米歇尔是高中企业边认识的闺蜜 安吉拉率先抵达会合点 将女儿交给朋友 她的搭档米歇尔还是找不着人 猎人指挥中心 此时已经锁定了她的车辆 并开始追踪猎物的手机 终于米歇尔坐着卡车赶到 司机也是米歇尔的姐姐 会载他们到附近一个露营场所过夜 猎物二组最大的弱点是都有孩子 猎人们势必会拿这一点来做文章 与此同时 南卡罗莱纳州又出现了新的猎物 一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准新人 马特与克里斯汀 猎物三组的计划是前往佐治亚州 马特的父母住在那里 二人的家境有我 参加这个挑战就是体验生活 反正也不差钱 马特最显眼的就是她的身高 足足有2.26米 再带上一个1米7的金发美女 走到哪都会是人群中的焦点 视角给到猎物一组 车祸已经过去了好几天 大卫与艾米丽穿行了35英里来到朋友家中 朋友很仗义的收留了二人 他们可以在这里计划下一步行动 这波猎人A组已经进到了艾米丽的公寓 试图从中找到一切有用的线索 电脑 手机 便条 甚至是垃圾 指挥中心的分析师很快发现端倪 一本被撕掉6月份的日历上 能看出艾米丽写字太大力造成的凹陷 用铅笔将其涂抹出来 竟然是他们整个的形成计划 指挥中心直接掌握了猎物一组如今的所在地 虽然没有具体地址 但找出了一块区域 猎人A队马不停提赶往亚特兰大郊区 只等情报部门通过调查关系网 找出猎物一组住在这里的朋友 他们便将无处可逃 可惜人算不是天算 大卫的朋友出门时注意到了猎人的车 黑色赛博班 玻璃涂黑这是官方标配啊 此地不宜久留 另一边猎物二组已经收拾好了露营地的帐篷 二人借用路人的电话打给朋友来接他们 大概15分钟后到 这期间的等待过程是难熬到 他们现在处于草木皆兵的状态 看谁都像猎人 好在朋友准时到达接走了二人 与此同时 猎人的情报组遭遇了平静 调查猎物三组的团队目前毫无头绪 所有信息都没查到 个人猜测是因为二人家境优越 对他们的身份信息保密程度很高 所以没被查到 大卫感叹 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但这对分离赶往亚特兰大的准信人不知道 由于害怕车子已经被猎人发现 马特和克里斯汀决定汽车不行 殊不知 他们错过了最好的出城机会 二人想找一个靠谱的亲戚送他们 那么第一件事就是找人借手机打电话 令人难以接受的是 父母的电话都打不通 恐惧感顿时涌上心头 迫于无奈 猎物三组不得不冒险 继续开之前的车去亚特兰大 但在发现高速路上充满摄像头后 他们又决定汽车乘坐巴士 还尝试对外表做些改变 骗过摄像头 问题是你俩的身高可藏不住啊 还有就是拿什么来买票呢 巴士还有五分钟发车 马特一咬牙决定用后车厅的ATM机取钱 就这一下边上情报组掌握了二人的踪迹 都能想到成巴士来隐藏自己 却还要用ATM机来以身犯险 猎人们怀疑他们长了个假脑子 但这是好事 瞎猫就喜欢傻耗子 指挥中心立刻派出猎人弊队调查猎物三组 很快就从手片窗口查到了二人买票去哪 马特和克里斯汀还在巴士上计划着下车后怎么办 猎人们都已经等在充电站了 巴士一到达 两队人马直接包抄 轻轻松松就逮捕了两只小老鼠 非常遗憾 你们的逃亡之旅结束了 有优越背景的逃犯 习惯了依靠家庭与亲人提供的舒适 一旦离开温室 犯错就变得常态化 猎物三组淘汰 再来看看最先出发的猎物一组 小两口还待在朋友家中 并没有急着离开 猎人A队正在小区内调查搜索 估计再有两天就会有结果 房子内的大卫和艾米莉 终于发现了赛博班的巡视行为 大卫的朋友告诉他们 再待下去绝对出事 你们该走了 二人藏进了朋友车子的后备箱中 希望能借此逃出去 殊不知外面猎人的王也已经撒好 以上就是潜行追踪第一集的内容 本期出现三组猎物 已经有一组被抓 还有一组的处境也岌岌可危 想知道猎人与猎物究竟谁更胜一筹吗 关注仙人球电影 后续剧集更加精彩